快为金钟五十按赞 天天送五千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 抽六万大奖 过几个商品 呼吸你们都要喝出去啊 口罩帽子大外套 蒙住全脸 他是大纯负责人许金春 包得密不通风 不敢秀出真面目 离开试检时 还一度腿软 为什么不敢亮相啊 真的越成越香吗 工研促代工厂 大纯食品被举报 掺杂过其品 更新包装 重新上市贩售 负责人训后五百万元交保 老牌工研促强调品质 代工厂却涉嫌买黑心货 是越醇越香 那么味噌过来 稍微颜色会浓一点 那么作为多半酱 这个中国人的希望 这个节俭 能用的 这个品质没有坏的 用了有什么 对天对地 被老百姓都没有任何这个损害吧 就不必一定要把它这个倒掉呢 律师说的正正有词 但真的没问题吗 检方调查后发现 大纯食品 涉嫌把厂商退货的过期黑醋 豆瓣未曾 混入半成品加热 新瓶装旧醋 心之有年 民众并不知道说他们吃的是人家回收过期的 对 他就不知道 所以这一点要这个说明清楚 他们没有说明这是他的过失 有过失 但消费者会有被欺骗的感觉啊 没有 要欺骗感觉 要有这个所谓炸气 就要这个行为者有炸气的故意 行为339千个月规范 犯了错还硬凹 这种说法民众能接受吗 如今卫生局认定 大纯食品在通路上 从103年1月到104年4月21期间的 9款黑醋和两款豆瓣未曾 都有掺杂过期品的嫌疑 下令通通下架回收 陪伴国人超过70年 老字号公盐醋 大纯食品代工出包 对此公盐醋的制造公司 大安公盐食品 一早就登报发出声明强调 品质无语 还直指检方 没有查到证据 但消费者的购买信心 已经先打上问号 记者刘志展张若宇 台北报道